好 我们今天来继续讲 自动模式执行逻辑下面的路径控制器 首先我们路径控制器 那就是acwpnv 这个类 那么这个类的话 它这个路径控制器 上一讲已经讲过了 路径控制器就是 我根据航点生成路径 生成路径 然后让 然后再去调用 那个控制执行器 就是位置空位置环的一个位置环 这样的一个过程 这就是它的路径控制器的作用 我们看一下代码中是不是这样体现的 首先 路径控制器的话 我们注意它的初始化 它的初始化是在 也是在system.cpp下面 它下面有一个unlocked mortals 就是 就是我不知道它为什么会放到这个下面 这个是代表分配电机的意思 然后这个wpnv就等于new new 然后就create就创建了 然后它这里面看 通过它这里面就可以看出 它需要inertial nv 还有his view 还有post control 还有attitude control 所以说它会涉及到几个方面 inertial nv 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灌导系统 所以说它会获取到当前的位置或者当前的姿态 然后这个post control 这个post control就是我们的位置控制器 这个就是attitude control 所以说它会涉及到姿态公式和位置控制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的 它会涉及到这 这几个类 这几个类 它们的指针 嗯 然后我们看一下在代码中是不是这样的呢 system.cpp 然后下面有一个unlocked mortals 下面有一个wp 对 这个就是它 啊 这里就是创建了 然后它这个类的声明 就是在copter.h下面 wp acwapnv 下面这个acwm的新wpnv 这是它的声明 ok 这是它的初始化 然后它的调用的话 就是它的update 这边的update 它里面会有一个update update update wapnv vpnv 呃 这个update wapnv 我们刚开始跟大家讲了 就是在上一讲里面的control auto里面 这auto里面有一个 啊 auto auto wapnv 这个里面就会有wpnv update update vpnv 呃 为这个格式 那么这个update vpnv 这个就是它的一个执行的一个 一个 一个 逻辑 啊 我们它执行逻辑的好 我们看一下代码中的架构是不是这样的呢 就是update update 是在ac-wpnv.cpp下面 嗯 它的cdmr下面 嗯 然后有一个update up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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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就是这个 嗯 这个下面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面会有 vpnv 你看 它就有postpostpost control post control的话 它就是会有 对它的一些模式啊 什么的 进行一些 一些限定吧 嗯 这就是它的wpnv wpnv 然后它这个的话 这个控制器 我们可以注意一下 它的 调用频率 这个调用频率是400赫兹 啊 这个因为它在controlauto里面的 然后它这个里面的话 主要就是post control 这样一点一点的调用 嗯 就是这样的吧 啊 哼 我想想 嗯 对应该就是这个 这 这样子的 然后 嗯 大家看一下它那个 你看 post control set post 它可以的发动它给它 然后就会从 然后就会从 从里面会把那个post target 然后重新 设置了一下 然后这个就会 设置一下它的那个post target 它的目标好远的位置 它的目标好远的位置 基本上来说就是会是这样这样去做的 嗯但是实际上我们在关注这个update的vpoint的但我们执行这个wpnv的时候 嗯 我们需要可能会修改到的一个地方就是它的一些业务的它的那个应该算是它的算法 嗯 嗯 比如说 它是怎么样来进行加减速的 还有就是 加减速的话实际上 这个实际上就是很简单的就是 可以想象吗 就是你生日行点 然后你你知道它的那个 嗯行点的位置 那我知道我的加速度加速度可以设定 那我就提前加速或者提前减速 这个都是可以的 嗯 它这个里面的话 嗯 实际上 嗯 如果接下来给大家讲的话 可能就必须要讲 它的这个acwpnv 它这个每一个它的算法过程是什么样子的 这个接下来可能就需要给大家讲 然后我在这边的话 算法过程的话 我们可以过段时间再讲一下 然后我这边再整理整理 这边的话可以给大家过一下 就是说我们在设置这的时候这几个参数吧 这个参数一个是speed 就是我们vpn的或者是speed他给一次 就是说我们可以追最快可以飞多快 然后radiance就是 我我到达那个多多多少 多是多大半径之内 然后就会认为我的飞机 已经到达那个航点了 就是vpnvpnvradiance vpnvradiance 这个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多大多多少是多大的半径 然后我们就到达这个航点了 vpnvradiance 然后speedup就是我们那个 加速加速 然后speeddown 减速减速的加速度 这个是就是那个那个不是加速加速 这个是那个垂直方向的加垂直方向往上升的速度和和下降的速度 这两个为什么要重要要那个分开设定呢 是有一个这样的原因 就是飞机往往在下降的时候 飞机会比较不稳定 这个具体的原理的话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 你在下降的时候 然后你需要减弱控制 控制 它里面有两个控制器 一个高度控制器 还有一个姿态控制器 但是很可惜 电机只有电机是只有 资格电机的输出只有只有一个 就是你的要么高要么低 但是你在下降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这样的一个矛盾 你的高度控制器需要你对电机的输出降下来 但是你在往下降的时候风往下降的时候会遇到有一个风嘛 但是你在降的时候这个风又会往上吹 吹的时候你的让要满足相应的姿态 那么我需要我的姿态控制器又需要增强它的一个控制 这就是两个矛盾 所以说可能在飞行的 所以说可能在下降的时候飞机就可能一些抖 所以说这个时候它它就需要把上升速度和下降速度分开来 这个loiter speed就是这个 loiter实际上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在打到那个loiter模式下面 我们飞机执行的那个最大速度和最最小速度 这个加速 那种飞机水平方向到最大速度的加加速度 这样可以撤 然后这个是stz 这就是我们那个垂直翻译的加速度分开的 嗯 这个这次就是 嗯 要是加速度的 加速度加速度的加速度 你看cm每秒是速度 然后是加速度加速度 它增加了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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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况 嗯 实际上这个我们可以这样想的吗 嗯 那个飞机的 飞机的速度是有什么来 来 飞机的实际上这个来限定的是什么呢 可以这样进行个推算 就是飞机刚开始的时候 嗯它的速度 是应该是 它的加速度实际上是由它水平方向的力来决定的 它的推力在在水平方向的推点来来决定的 这是它的加速度 对不对 就是飞机它的推力决定了 那么这个推力有什么来决定 数学上来说 那就是它的倾斜的角度来决定的 那么它的CNO每一次方面 它加速度的又对时间做了一次微分 那么这个的话 实际上就可以看出是它的飞机的什么 飞机的姿态 对它姿态什么的限定 就是 你到底是你很快的 加速度就上去了 还是很慢 还是这样缓缓的 缓缓的加上去 就是飞机 抖的情况吧 应该这样说 所以说这个还是很很重要的参考量 就是有时候你会看到飞机 飞得很抖很抖的 就急加速 然后飞机就很快 但是这样的话 可能给人 如果他的控制系统不太好的话 就是让人感觉就是飞机 飞机非常非常的抖抖的厉害 所以说这个时候 你就需要去调这个 loiter jet这个这个参数 然后这个loiter max 就是 最大的加速度 然后在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看来最小的 那个加速度 然后这个是range finder 就是说use 这个就是我们是不是需要这个地形跟随 这就是他的几个几个参数 嗯 这个几个参数的话 我们也可以在这个网站上能够看看出来 就是这个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parameter list 对 代表pnv 然后这个下面都都会有详细的结束 但是我觉得他这个解释的话没有我们程序中解释的那么的详细 所以说大家还是就是直接就是看那个程序 这样会更好一些 这个就是我们的acwpnv 然后 然后实际上他的里面比较有价值的话就是他生成的他的那个路径的那些那些算法 这些东西的话 因为算法的话是一套数学公式数学公式的话 在下一步来说给大家好好的讲讲这个acwpnv 里面涉及到的一些数学的一些算法 嗯 然后实际上来说应该调整的空间不是特别的大 我觉得他的这个算法 只要大家也能够想到这个算法 他实现的应该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 cwpnv 这个这个这个算法 然后 就这些吧 cwpnv speed down 然后light maxi 然后range use 对 差不多 然后看一下他还是我们看一下那个类吧 实际上 没有什么可以 讲的 因为你这些都是随着数学上款的一个东西 想再给大家讲吧 这就是他的那个update 这就是他的那个路径规划的一个控制器 他的这些东西 然后再给他讲一下 再接下来讲一下那个位置控制器 位置控制器的话 就比较 可讲的东西就很多了 2 2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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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9 8 8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